是对所有用户在APP上发布的这些内容 包括视频、音频、图片、文字 进行一件合规性的审核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们整个审核团队大概是1200人左右 所有用户开播以后 它的直播内容都会先由系统做一系列的预处理 包括延时、包括截图、初真 然后根据图谱识别 它会做一个等级的区分 系统标识为微度比较高的 那这种我们会重点进步 比较常见的其实在直播过程中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吸烟 所以很多用户其实不太清楚 吸烟这个东西在直播这个产品上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纹身 特别是大面积纹身 涉及到低俗 类似像那种我们常说的路沟 那这种就很容易被 也是很容易被鉴定到低俗里面去的 那警告过以后给一个时间段 它仍不改正的 那我们就会直接对这个账号功能进行一个拉黑操作 明显的裸露敏感部位 报告这种底线为个人 那它就不会有提示 也不会有警告 意义发现 立即了 然后可能因为一些沟通的问题 就是大家群众存在一些不满 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聚众示威的这个行为 然后当时我们发现了以后 以那个事故的发生点为中心 画了一个在GPS上面画了一个圈 10公里 10公里 看完你所有的用户不能直播 然后就把整个这个事情给给防控住了 如果你有什么敏感话题 想在微信上说 怎样避免被封 那么你就必须要通过GPS这一个 GPS又分为如下几类 比如 第一类文字 文字最容易了 就如之前介绍的那些多种牛毛的敏感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